新兵 請看 新兵進行曲 解釋沒有賣光 你要賣鹹豆漿 就說你還只有賣鹹豆漿 包著饅頭不要含 那個有賣 那個是手上賣賣光 那我要包這個饅頭 那沒有了 就沒有包一個饅頭 那你沒有再問了 你也沒有賣 你沒有賣就這樣賣出來了 不賣 看起來沒分有賣 精采節目現在馬上開始 同類 新兵進行曲 趙蕙蕾蕾蕾 我們第一位在這邊 來拍攝節目 馬上聽我啊 紅杜拉斯 好 好 新兵好 拉斯哥 帶出我們美麗的名模 詠妮 好 詠妮呢 因為很會演 詠妮很會演 拉斯哥 上次來我記得是書嗎 所以已經八年前的事 你還記得 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有大型伺候 對不對 我絕對會讓你 對這一集 不會有補充夾吧 應該補充夾都來了 通通給我所有的都我來扛 好不好 好 漂亮 這次來演技大考驗 但是進行之間 來看一下今天的獎勵品 今天的美食獎勵 今天的美食獎勵 核桃戚風蛋糕 咖啡海綿蛋糕 甲髮濃香順口的鮮奶油 和健康百分百的核桃果仁 一口吃下 除了嘗到咖啡的香醇滋味 增添了咬尖外 更是下午茶的好選擇喔 所以想吃的你可得以甲髮酒囉 歡迎光臨演技大考驗 等你來考驗 是吧 首先介紹兩隊猜猜的隊伍 馬上介紹我們的袁浩隊 我們帥姿的袁浩 美麗的左耀明 以及可愛的道遠 KIKO 緊接著介紹我們的香池隊 好 我們可愛的艾成 超級模仿之心 紅獨拉斯紅燈 以及我們美麗的香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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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第一回合 第一題演技大考驗 大家聽清楚了 誰喝到 好漂亮 我最討厭鹹豆漿了 為什麼 你覺得豆漿就是要甜甜的嗎 鹹的怎麼好喝呢 對啊 我也最討厭鹹豆漿了 對不對 不要 你不叫上哪兒去啊 我的天啊 這厲害的 你要自己當 好鹹喔 戲演得好爛喔 真的 你有本事 整條下去喝就好了 沒有 真的很鹹啊 我跟你講真的很鹹 不要亂來 不要開玩笑 好不好 可不可以改一下 超甜的鹹豆漿好不好 不行 不行 好不好 誰喝到 超鹹的鹹豆漿 各位 香子隊馬上進入情境局 努力的相識 早上醒來的時候 伸了一個超性感的來腰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接著用嫵媚的姿勢 天啊 來到了餐桌的前面 天啊 他為自己倒了一碗 豆...鹹豆漿 誰知道 睡眼心鬆的香池 把糖加成了鹽巴 真的睡眼心鬆啊 他馬上喝了一大口 一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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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下去之後才發現 原來加到的是鹽 馬上清醒 一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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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之後 性感的打了一個 伸了一個懶腰 又鹹又性感 又鹹又性感 懶腰就很難言 這藍腰有帶鹹 有 出來了 好鹹 好鹹 怎麼那麼鹹 鹹死我了 鹹 非常的好 還不錯 而且我們後面會越來越好 你們就上我們節目了嗎 非常喜歡 緊接著來到2號紅歌 馬上就你請進去 葉教授 講解鹹豆漿對於人生的影響 你慢慢退彎語港 你也跟葉教授不合 好不好 你就讓他沒有生意見好了 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各位現場來賓 電視機面前的觀眾 大家平安 大家一定要能夠了解到 豆漿它分成四種 然後第一種叫做甜豆漿 喝到甜的 甜豆漿一口喝下人生究竟會如何 葉教授的豆漿啟示錄 等會兒帶你走向 大家平安 大家一定要能夠了解到 豆漿它分成四種 然後第一種叫做甜豆漿 喝到甜的 你的人生就是甜的 第二種是黑豆漿 喝到黑豆漿 你的人生就是黑的 然後你喝到白的是第三種 喝到白豆漿 你的人生就是白的 最後一種 老人就是鹹的 但是你喝到鹹的豆漿 你的人生就是鹹的 你知道你生命當中 演藝人員最怕喝到什麼豆漿 沒有錯 就是喝到鹹豆漿 我離都要聽你豆漿電到 因為你喝到鹹豆漿 表示你的人生太鹹了 太鹹的中間 你的表情工 你已經開始走下坡了 所以大家不能夠太鹹 一定要非常地忙碌 的葉教授 吃那個鹹喔 他應該是哪個鹹 你現在才聽出來 我懷疑你也沒有聽出來 大家都沒有聽出來 講完之後 大喝了一口 鹹豆漿 這個要不夠了解到 喝豆漿 要用什麼地方喝 然後要豆漿上面 還要拆一點油條 一大口喝下去 你就能夠感覺到 好 這就是我們洪哥帶來的情進句 要放那麼多嗎 來到3號 艾成進入情進句 艾成是一個老兵 每天早上起來 賣澡點 二十年如一日 他天天一大早就開始叫賣 包子盤頭鹹豆漿 盤頭鹹豆漿來了喂 包子盤 鹹豆漿來了喂 包子盤頭鹹豆漿來了喂 這時 紅都拉斯來光顧 喂 頭鹹 沒有買饅頭 喂 你說 你們 包子賣光啦 沒有包子 沒有包子賣光 那我買饅頭 你等一下 也是沒有賣光啦 等一下 沒有你等一下去幹嘛 就是有一些 可能囤貨還有在 囤貨 你那個新鮮能吃嗎 不是啊 重點是 你要喊包子 你要喊饅頭的 那你這個東西沒有喊什麼東西 你到底有什麼東西 只剩豆漿了啦 什麼豆漿啊 鹹豆漿有沒有 你要賣鹹豆漿 就說你只有賣鹹豆漿 包子盤頭不要喊啦 那個有賣 那個是早上賣賣光 那我要包子跟饅頭嘛 那沒有了嘛 我就說要包子跟饅頭嘛 你都沒有鹹豆漿 就賣鹹豆漿就好了嘛 因為生氣所以決定不買了 不是 他到底有沒有賣包子饅頭 不是 他剛剛早上就講 他有賣包子饅頭 你不要用裝備啊 不是啦 那你沒有賣就過了 你也沒有賣嘛 你沒有賣就不要喊出來啊 你就說你只要賣鹹豆漿就好了 好 我賣鹹豆漿 你就早上你們賣包子盤頭嘛 你到底賣什麼啦 我賣鹹豆漿而已 你大概就說賣鹹豆漿嘛 吵死了 鹹豆漿 結果顧客不買單 老闆只有自己喝掉 這就是我們香詞隊帶來情境劇的表演 各位 到底是誰喝到了超鹹的鹹豆漿 來 游浩隊討論倒數三秒 開始 三 二 這麼好猜 一 時間到 游浩隊請派代表答題 香 為什麼 因為他剛剛一喝完是馬上就笑了 你到底是不是呢 那麼有人要猜他 不然就先從他這裡試 又 又 又 虧口喝鹹豆漿 鹹豆漿 鹹豆漿 包子 饅頭鹹 鹹豆漿 鹹豆漿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你絕對不會是洪哥 你要去哪裡 我來 有 我有聽過捲狂而逃 但是沒有聽過拿豆漿逃走 捲狂而逃 捲狂而逃 喂 有嗎 他心虛我覺得 既然你那麼不信任何 我喝了 我喝 這一定是不鹹的 很鹹 真的很鹹 這個喝的是脫毛耶 脫毛耶 毛都脫掉了 大口一點 很鹹 大口一點 我們的那種就是要說很鹹 你有沒有味覺啊 鹹不鹹 他味蕾壞了 你要不要比較一下這碗 再決定它是不鹹 這碗是甜的 對 我這碗就知道了 被你弄得長壞 那碗是甜的 鹹不鹹 為什麼他又找掉了呢 那個戲演得那麼爛 這碗味是甜的 拜託一下 元昊隊剛才猜 是我們一號 流箱子喝到很鹹的鹹豆漿 他猜對了 恭喜我們的元昊隊 福德大一個勝利排 各位 第一回合第二集 各位 現在的題目是 誰沒有再播榴槤 我覺得它其實 榴槤在古代 它應該是一種武器耶 它怎麼剝啊它 我們現在在市場上買好的時候 有沒有 它已經有幫你剝好了 或是它成熟之後 它已經打開了 所以只要這樣剝開 你可會剝榴槤耶 你 它吃完了有沒有 它可以繼續這樣撈開它 再吃 你永遠猜不到它裡面 有還有多少 等一下 那個是我剝的 你剝完它走幹嘛 沒有啦 它要吃啊 你吃那個它吃這個 他們表演 我們邊吃 我們可以 各位 各位 我們今天要猜的題目是 誰沒有在播榴槤 噢耶 各位 為什麼我前面介紹這榴槤 要介紹這麼久呢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看 葉教授什麼時候會不耐煩 他站好久了 鄉子隊馬上進入 請進去 紅劇棒師是一個秀場 最受歡迎的藝人 拍著 好貴 康星表演完 醬菜 一笑笑靠在 吞吞吞 啊 喂 不愛呀吧 不愛嗎 自我 陰要碰 我 是 我 我 好 他每次表演完之後 都一定要吃一顆他最喜歡的水果 那就是 榴槤 喔耶 他有找不到人去看他 對 要榴槤用手袋 用手袋 用手袋 我的天 喂 手袋 手袋 你 沒關係 感謝你 沒關係 緊急在2號 艾成馬上進入 請記住 是的 艾成是個來自泰國的勞工朋友 喂 一天他在路邊工作的時候 一台卡車經過 竟然掉下了一顆榴槤 宜 是 扮演 和 兩回 彼此 他給自己撿起來 把榴槤給扒開來 請他的朋友吃 打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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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錯喔 緊接的三號香池進入 情境劇 香池買了一顆榴槤去坐公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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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池因為尷尬 只好先下車 結果 因為他家真的很遠 又很想吃他買的榴槤 於是 他準備把榴槤給扒開來 好刺喔 你不是在做公 你幹嘛一直看他 他做公了 不能休息 不能受公了 對啊 你們聯繫一下好不好 你很奇怪 哪裡是有榴槤 看人家榴槤幹嘛 好 這就是香池隊帶來的表演 誰沒有在撥榴槤呢 圓豪隊 討論倒數三秒 開始計時 三 二 一 時間到 一號鴻哥就是刻意的把 這個撥榴槤的動作 整個都放大了 先給我們看看三號香池好了 好 香池到底有沒有在撥榴槤呢 答案即將揭曉 沒有人懷疑 這位泰國來的朋友 真的 你懷疑是他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播的時候還滿輕鬆的 那艾成到底有沒有在播榴槤呢 好厲害 洪哥要說洪哥到底有沒有在撥榴槤呢 這不能怪我 我要模仿三個人 還要去撥榴槤呢 其實我覺得他其實滿厲害的 你知道嗎 而且他前面那個已經把整個注意力都轉移了 對啊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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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浩正連下兩層 拿到兩個勝利牌了 第二回合 現在攻守交換 好 誰 吃到了超辣的食鍋 拌飯 我的天啊 進行曲特製超級麻辣 辣椒又出現了 真的有這樣嗎 好厲害 這位大破爛的超超超級辣椒又來了 祝今每個 現在攻守交換 誰 誰吃到了超辣的食鍋 我的天啊 進行曲特製超級麻辣 辣椒又出現了 真的有這樣嗎 有了啦 太拼了啦 裁判還要示範嗎 要 裁判還要示範了 好想當裁判喔 我喜歡吃辣 好喜歡吃辣 好厲害 這什麼音樂啊 這什麼音樂啊 這個辣椒 這個辣椒 我們那工作人員啊 他為什麼要來當工作人員 他就賣辣椒 不生紅派 你幹嘛來這裡 害我們 奇怪 莫名其妙耶 馬上我們的元浩隊將要進入 請進去 中韓大戰即將再度開打 在比賽的前夕 我們請來的現在最當紅的模特兒 卓詠妮來開球 大家掌聲鼓勵鼓勵 不會這樣走到 我們就請我們當紅的模特兒 卓詠妮來開球 好棒喔 喔耶 喔耶 天是畫面 他該不會要去講吧 我要走 為了祈禱今天的比賽 中華隊可以大勝 他決定 要吃飯喔 誰知道 突然 音樂起來 還有 還有耶 我以為結束了耶 咔嚇 天啊 中華隊 Yeah 咔嚇 Yeah 左上邊跳到前面來跳 咔嚇 好煙啊 我的天啊 Oh my God Oh my God 天啊 熱舞完之后 超級名模卓詠妮 決定要吃食鍋拌飯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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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好棒喔 當便 這一天他帶著啦啦隊 來替中華隊加油 因為今天的對手 又是我們的死對頭 南韓隊 左邊的朋友 大家小集起來 現在打擊的是我們紅杜老師 大家為他加油一下 來 大家恭喜 大家 紅杜老師 全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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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杜老師 全力打 全力打 為了要補充體力 元昊決定要吃食鍋拌飯 有 這麼大隻嗎 切開了 切開了 夠吃 全辣椒吃 這就是我們妖隊帶來的 情進駐表演 Yeah 馬上的進入三號 林道遠進入 請進駐 韓國的球迷 在同一個時間 也在觀看中韓大戰 林道遠 他是一個韓國標準的球迷 比賽進行到時局下半 兩方平手 突然一顆界外球飛來 歐巴 空招卡你的 阿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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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辦法 阿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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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防兩輩人類 對 阿彌打 阿彌打 但是下一球 高之剛帥氣的吉祖 再見 安達 結束了這次的比賽 叮噹 怎麼可以叫你 到底難過到肚子非常有疑似 決定吃韓式食鍋拌飯 來聊三 YES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您看出來了嗎 到底是誰吃到的超辣的食鍋拌飯呢 鄉詞隊討論倒數三秒 請開始 3 2 請正在想 1 時間到 鄉詞隊請派代表作答 不是 圓豪就是道遠 但是我卻覺得是詠麟耶 我也覺得是詠麟耶 我來猜 你真是不專業 我猜楊的號 我扛 都沒人猜道遠 道遠 這麼大一口 太有心了 看就照著肚子餓的感覺好不好 很香嘛 鄭檔有才好吃 對啊 連味道都沒有辣 我猜一場 沒有 對啊 你想猜詠麟 那你吃詠麟的 真的 我活到快50歲了 我 我放手了 對 卡 對 男人就是有肩膀 肩膀 對 對 有個子 怕什麼 對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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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辣好辣喔 有沒有 我們這個辣是沒有辦法隱藏過的 正確的解答呢 就是我們的一號 左右您知道超辣的石鍋飯飯 這樣子對猜的是元浩隊 所以猜錯 元浩隊又得到一個勝利牌 這一次演技大討論就是由我們的元浩隊 以三比零大獲全身 掌聲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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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蟲蛋糕 紅包 你幹嘛 紅包 我試看清楚 我的看清楚是個核桃 有些那是假核桃 真的嗎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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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好吃了 它吃起來 很想喝咖啡 就是這裡面咖啡的香味很濃 這個 元浩,來,換你 這個蛋糕口感好特別 它根本就是喝一杯濃縮咖啡 一樣的香味 對,換我了 你吃吃看 這一個 我先進入我們很開心的再度的獲勝 既然週一週晚上七禮拜也要鎖定我們好看的新兵進行群 好 得一碰 有二雙 可莫 可能 此早 qualified